上期踩点地堡 趁着没人 成功借走了价值百万的装甲小红车 不是车子一百万 而是车里的军火 价值十分昂贵 所以我也没含火 开着小红就跑路了 而就在下山途中 发现了一个家 看着好看就多看了一眼 没想到这一眼就直接给我送走了 回到案发现场时才明白 我被埋伏了 原来边上是个土匪窝 好在我的车子上了金锁 这土匪窍了半小时 愣是没窍开 趁着他回窝点取工具时 我大幅流行上前 飞快地抢回了车 这是因为太过分了 哎算了 人一时风平浪静 但退一步 我是越想越气啊 超家伙 蛋的 从车里掏出铁皮箱 在装备箱里挑选一套衣服 然后再打开军火箱 过滤掉冷兵器 从六把武器中 选择了大菠萝和火箭炮 最后再带一点弹药 走了小红 等我好消息啊 不疼 要成功先发疯 但是不能向前冲啊 为了能有十足的把握 一定要能 忍 从昨天的数据来看 早上七点的这班人走了 一直到中午都不会来人了 所以这是我动手的最佳时间段 OK 开干 卧槽 试算了 还有人呢 不管了 大点干 早点散 开吧 刚才屋顶站着的是这玩意儿吗 也还行啊 起码没有打草惊蛇 哇去 怎么有这么多车啊 直接震惊我一百年 这是干土匪劫车 又干黑车行卖车是吧 一条龙服务啊 等着啊 等我尿完的 一辆车算五万 只要差二十辆 我就保本了 话不多说 开干 这 这就打完了 感觉都还没开始呢 OK 接下来就是土匪窝了 门口还摆了储物柜 我这带点礼物来 还能再带点礼物回去啊 好吧 是我想多了 没事啊 没事 我乍一看 这房子的工程有问题啊 地基就用几根细棍子成长 这能牢固吧 你看 这 这 质量不过关啊 按理来说 这是要重建的 我人好 就吃点亏帮你拆了吧 拆之前得先进屋 把贵重物品拿出来 不然炸毁了就没法要了 上锁了 没事啊 上另一遍 哦 看样子是个双人卧室 这箱子柜子里应该有不少宝贝吧 不让我进 我去你的 走 上楼上看看 在二楼发现了四张床 再往里走就到了厨房 哦 这土匪班子还挺会享受啊 正好渴了 拿瓶汽水喝一下 什么 上锁了 这正常人谁给冰箱上锁啊 来到楼顶 发现三个箱子 不出意外也都锁上了 没关系啊 用不上的东西就和这些车一样 全部给它炸了 来人了 快跑 哇去 被炸的机枪都瞄不了了 不行啊 这个位置很危险 我得走 对 上楼顶 高打低会更有优势 要封烟了 挺会玩啊 我吃这一手火力覆盖 呃 什么声音啊 好像是爆炸剑 穿透不了木墙 那就不用怕了 宝贝 消费弹来咯 空爆拿下 火速清理现场 这家伙肯定会通风报信的 哇去 这都什么玩意儿 火箭弹 还有一些炸药 全部拿走 哇去 凤凰针 意外惊喜啊 装上火箭炮 把门关上 回楼顶蹲着去 做掉一个回本 做掉 两个转一个 忘记拆床了 所以这土匪才会复活在家里 上楼给他拆了去 搞定 继续拆 咱们还有一声 有车 看来是援军到了 看到了 不慌啊 先找个掩体 他不知道我在哪 哇去 这么准 火箭弹的装填 需要五秒钟 先赏那两颗雷尝尝 炸死了 好家伙 这也行 感谢匪哥送来的物资啊 看看有什么丁血 六发火箭弹 两颗手雷 一根TNT 这火力完全足够 断掉土匪窝了 我去 又来 打完了吧 该我了 漏就死 什么情况 我去 枪打坏了 不慌 先扎针保命啊 提前把火箭筒架在肩上 然后引用一下 找出敌方位置 OK 石头后面 精准指导 嗯 不行 火力有点猛啊 嗯 就是现在 开跑 不听的吧 拿下 剩下的弹药也别浪费 开跑 看见大家不不 看见大家不不 这个 走 走 走